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弘祥 各位家庭朋友大家好 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家庭火锅的制作 火锅它作为一种喷嚼方法 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一直到了宋代 在一些历史资料里才有了火锅的详细记载 到了明清的时候 火锅才开始逐步发展 乾隆48年正月初时 乾隆皇帝就曾在宫中摆了530桌的宫廷火锅 宴请众朝城 在1796年 嘉庆皇帝登基时 已成百千岁宴清货 所用火锅多达1550个 不过火锅到了近代 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火锅作为一种餐饮文化 不仅普及到了大江南北 同时也被各地区 各民主集合自身特点 为其注了新的内容 增加了新的款式 今天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 火锅的制作方式 制作技巧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千变万化 具不完全统计 共有川味火锅 海旋火锅 药膳火锅 和一寒火锅 三针火锅等近200种 并颇受大众青睐 下面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几款 家庭火锅的制作方法和技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